算對檔嗎 我覺得我們電影的世界要靠大家手牽手 先去看一個被驚嚇完了之後 就要去看一個校園劇 然後找回自己的浪漫 所以手心手揮都是希望的一個票房嗎 大家一起好啊 市場要一起好 好 下面有這邊 很可愛 想問一下這部戲跟莫莎算是對檔戲嗎 算對檔嗎 我覺得我們電影的世界要靠大家手牽手 先去看一個被驚嚇完了之後 就要去看一個校園劇 然後找回自己的浪漫 所以手心手揮都是希望的一個票房嗎 大家一起好啊 市場要一起好 要一起很熱 然後大家才有錢繼續投資 然後我們演員才有錢賺 然後才能再養繼續 因為公司的人 我們就是一條龍 聽起來蠻恐怖 就是大家就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成年人 然後我們都是 就是真誠以對吧 然後其他的就不用想那麼多 我覺得順其自然 所以沒有進度沒有時間表 沒有耶 目前我的時間表跟進度表 就是拿小鞭子 說我們現在很多新演員 因為其實公司真的很多新人 然後就希望大家都可以 開始慢慢的在線上這樣子 連告白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好像講過 為什麼沒有告白 因為那時候都是暗戀別人嘛 然後就是 我還記得後面有一陣子可以巧遇 然後我們在 某一個圖書館碰到了三天 結束的時候我想說 這輩子可能再也不會見到他 所以我本來想跟蹤他回家 然後又被一個陳咬親 就是殺出來的朋友 然後他就一直問我說 欸你家屋不在這裡 你為什麼要往這裡走 然後小時候就很便扭啊 就覺得說 欸再跟下去就會被發現我要幹嘛 所以我就回家了 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這個人